大家好,小峰传门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谈一谈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事 据美国之音原以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份报告说 在当地时间的星期日和星期一,也就是24日和25日之间 美国的第七舰队叫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巴索夫号海警舰 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 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 声明中还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通过 就此,中国外交部立行发出声明抗议 外交部抗议说,坚决反对美方采取的挑讯行动 中国国防部也发了一份声明 称对美军从台湾海峡的通过已经是全程掌握和高度戒备 有网友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跟没说一样 已经使美国的海军的耳朵都摸出大包来了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从台湾海峡通过 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为不满,震怒和恐惧 那么大陆民众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看一看,不妨我们给大家念一念网友的声明 有网友说,美国核武器是很厉害 但中国如果要灭总了,绝不会把地球留给美国 看来是有点威胁的意味了 然后呢,有一个网友马上跟评说 地球不留给美国,同样不会留给五毛 还有网友留言说,干脆常驻比较省钱 他建议美国海军常驻台湾海峡 支持美国海警船来台湾海峡直访 还有网友说,既然对等原则 那就应该交换贸易战战服务 实现中美海警互访 他这帖子之后呢 同时呢,有人跟帖说 五毛狗敢不敢先跟主子讲讲对等 流氓痞子小偷,也胆敢跟民主自由讲对等 还有网友说呢,一物降一物 芦水点字成豆腐 这个网友具体怎么说呢 他说呀,在中共的统治字典词汇中没有尊严 彼此尊重和尊敬等词汇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拼个你死我活 这是我们知道这中共的一贯的 他这个说辞了 他口头馋了可以说的是 其实呢,这些呢 有时也是谎言 碰到了老美 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谓强大的海军都隐形了 当然要对于蔡英文的台湾 可能又是另一套了 这种丑态和八十多年前的鲁迅笔下的阿Q差不多 可蔡女士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和二十三亿人选出来的民选总统 老美的两艘军舰就在你所谓的领海机械内通过 一点办法都没有 怪不得足球上不了台面 又联想起了中国的足球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个从上到下 一点没有血性的国家里 除了嘴炮之外 除了傻钱之外 还能做什么呢 这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啊 看看接着怎么说呢 网友接着说呀 当然这两艘老美的军舰 见起的海水水花 可能点出了一些豆腐 但愿 这个他说点出了豆腐啊 我们看他点出怎么点出豆腐啊 他说但愿辽宁号不是豆腐渣 下水饺子式的军舰何在 为什么不在此时此刻在CCTV上亮相 还有网友认为呢 美国海军的加大力度 从台湾海峡通过呀 是消灭中共的前奏 还有网友说呢 频繁对南海台海进行实践穿越 这次还夹带了海警船 是对中共进行压力测试 海警船是防备中共搞人民战争的 对付渔船 感觉这是进入临战状态了 只要一打起来 中国人会万众欢呼 并称老美欢迎你 这个呢 看看还有网友怎么说啊 我们往下走一走看一看 当然了那个网友呢 多数呢还是认为呢 这个美国海军从台湾海峡 增加了穿越的频率 和这个又增加了这个海警船 他们呢认为呢 是对中共的一种制约吧 对中共的一种的这个弦制 那呢同时呢 给大陆的这个民众啊 好像是带来了一些信心 其实我们看到啊 美国海军呢 从台湾海峡穿过呀 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呢 和效果呢 好像是不亚于呢 美韩的在海上的 这个军事联合演习 对北韩的哈 对这个这个这个震慑 它能好像能有这种意味吧 这是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呢 台湾海峡呀 我们都知道哈 它呢这个 虽然国际上认为好多是公海 但中共方面呢 毕竟还认为是它的领海 那么呢 特别是在近期 我们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呢 他进行了这个海上的所谓哈 海洋民主之旅的外交 外交之旅吧 访问太平洋友邦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海军呢 穿越台湾海峡呢 可见呢 是美国呢 对台湾的 显示一种友好的态度吧 也有这方面的含义 在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美国海军 这个在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增加了 军舰的舰总增加了海警船哈 表明了呢 美国海军的在台湾海峡呢 执法的这个这个决心 和力度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呢 谈判这个这个期间 加强那个武力的震慑 也是呢 发挥了被称作哈 就是老罗斯福总统的 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这种 这个政策吧 在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发现呢 在这个近期呢 美韩呢 停止了在这个海上的一个一次军事演习哈 既定的军事演习 但是却同时呢哈 加大了对台湾海峡呢 穿越的频率 和那个这个船只啊 对这个这个力度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呢 显然 美国已经知道 谁才是对世界和平和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胁 好 小风传媒今天就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